南无ーハ slash Nandar Har lai ye 南 mo Poli ye Forro jette Sup ho lady체 Whulti Satro ba ye Moho Satro ba ye M 없고jasoci l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词曲 杨栋梁 词曲 杨栋梁 第三条你是讲的大悲众的灵感举例 都是一下实例 根据我们的时间安排 看看这个大悲众的灵感举例 我们能不能讲 如果是时间不够的话 这一条就不讲了 我们主要是讲大悲众的初时间功德和时间利益 初时间功德 用四条理证来给大家解释 第一条理证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条非常重要 为什么非常重要 因为才开始的时候 我已经讲了 为什么讲大悲众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有一些个别的不了解大悲众功德的人 在造口业诽谤大悲众 那么这第一条 你要听闻了以后 可能就停止了这种恶业 经上是这样说的 有 这个能往生佛国 通过三条我们解释 能够往生祝佛国 通过送大悲众 这个人也临命中的时候 能往生祝佛国 这是经上说的 我们引用三条理证 第一是这样说 落众人天 送持大悲众俱者 临命中时 释放诸佛接来授手 欲审何等佛徒 随愿接得往生 这条非常重要 我希望大家把这一段 背过他 为什么背过他呢 假如有缘 你听别人说 大悲众没有用了 你念大悲众干什么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你就说 可不是那样 你不要这样说 不是你说的这种 佛在经上说 落众人天 送持大悲众俱者 临命中时 十方诸佛接来授手 欲审何等佛徒 随愿接得往生 若助人天 就是如果一切有缘的人 特别是人间的人和天上的人 因为人间的人和天上的人 能够有缘得文佛法 也可以有缘羞耻佛法 如果讲到三恶道的话 那就太难了 你比方说我们经常放生 把那条鱼买过来 你就是念念佛 给他做个回向 打个皈依 又犯了 是不是 很少有人家里咬一条鱼 你诵经 让他也张口诵经 你念佛 叫他跟着你念佛 到了第三天一看 撂倒了 撂倒了就是死了 是不是 很少有人那样 为什么你出生到 得文佛法的机会太少了 修持佛法的可能也少了 所以说这个众生能够得这个人生 也就狭满人生 我们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 珍惜我们得人生的这次机会 好好修行 你想地狱道 地狱道的众生 它有最大的特点 就是刹那刹那 被这个痛苦说煎熬着 刹那刹那都在火的烧着 刹那刹那都在冰着冰着 所以说他没有机会听闻方法 更不可能有机会去修行方法 所以在经上经常讲 落诸人天 就是一切有缘的人呀 天人呀 宋持大悲掌举者 就是宋持大悲咒的人 宋持大悲咒的天人 是这个意思 临命忠使非常重要 临命忠使 十方诸佛皆来授手 这个宋持大悲咒的众生 到临命忠的时候 十方的佛都来 从字面上看 都来给你一只手 授手 这个授是同上到下 同上到下给予的意思 十方诸佛都来给你一只手 你说是干什么 你灵命忠呢 佛给你一只手干什么 来接你呀 欲生何等佛徒 随愿皆得往生 以前我举过一个例子 你带着你的银行卡 银行卡上有一千万元 你的银行卡上有一千万元 不要抱手油 去了 去商店了 什么商店 是专买自行车的一个商店 商店专买自行车 高档的 中档的 低档的 外国进口的 国产的等等都有 什么牌子的也有 然后你就说了 说那个老板 老板我想买一辆自行车 那老板就说 你想买什么价位的 你就说了 这一张卡上一千万元 你说那个老板会说什么 会说什么 卖自行车的老板 他会说什么 他那个老板会这样说 你瞧 如果再仔细一点的话 是这样说 你随便调 还是随便调 为什么 你买一辆自行车 随便调哪一辆 你这个卡 用不完 懂不懂 宋吃大悲咒 也是这样 宋吃大悲咒 他有出时间的功德 这个出时间的功德 如果用在网声上 就是十方佛都献钱来纳你 你想上哪 就上哪 那么阿弥陀佛也来了 为什么 他是西方吗 西方吗 东西南北 四位 上下 经上章说 东西南北四位 上下 包括了一切一切佛 这的繁殖一切佛 都献钱来纳你 给你一只手 大家有一个例子 有一个故事 那么这个道教 有一个驴洞兵 八仙过海上 有一个驴洞兵 大家知道吧 这个驴洞兵是修仙术的 根据大制度论上说 外道这个仙法 也有神通变化 最久七日 可是诸佛菩萨那种神通变化 久静自在 他叫久静自在 久就是圆 静就是静 长缘那个时间 你想让他多长就多长 自在随缘 那个外道的神通变化 最长七日 在大致论上 也是这样讲的 这里有一个故事 所以驴洞兵成了仙案以后 他能够点识成金 点识成金 他要找徒弟 你比如说道家 修仙案的 他也得找徒弟 也度众生 那么他发现 有一个小吃店的老板 和他有缘 具备那种道风仙舞 那种相貌 那么驴洞兵一看 他适合做我的徒弟 也可能有点道道 下一步能够练成宪法 那么他就来度他 谁要度他去 驴洞兵才开始 不说他是驴洞兵 他化现了一个老头 就是上他那个饭店去吃饭 吃饭 老板今天没带钱 没带银子 记账 记账你在哪住 就在那个地方 他告诉他了 我就在那住 好吧 记账吧 第二天又来吃饭 老板今天又没带银子 记账 老是记账 老是记账 那个老板害怕了 你这个银子不少了 你啥时候结账 就问他 驴洞兵就说了 他说今天又没带银子 那个老板就说了 那不行 你这样还能行吗 你欠我很多银子了 你啥时候给 你到底有没有银子 驴洞兵就说了 为什么没有银子 你看那是个什么 就是值得饭桌上一个碗 就是一个普通的碗 吃碗 泥碗 驴洞兵这么一直 你看那是什么 那个碗马上变成金的了 变成金碗了 他看着实实在在 然后驴洞兵又挤了一双筷子 你看那是个什么 那双筷子又变成两个金条了 金筷子 哎呀 这个老板傻眼了 这个金碗 他这个金筷子就足够 这个驴洞兵来吃一只的了 他也很富 这个老头厉害 这个老头你点啥都是金的 他没有钱他能没有钱吗 驴洞兵问他 你说你要什么 意思是引导了他 假如说你跟我学的话 我就收你为徒 传给你道法 那意思就问他 你说你要什么 你是要碗呢 是要筷子呢 还是来要法 跟我去修行呢 哈这个老板 两个眼珠子瞪着老大 就开始盯着他那个手指头看 最后说了一句话 我想要你的手指头 手指头只拿 他拿是金子 是不是啊 你要碗无非是个碗 要筷子无非是筷子 如果要他的手指头 用他的手指头 只拿拿是金子 是不是啊 他说我想要你的手指头 比如说你看 哎呀 修目不可掉 这是个故事啊 说这个手啊 授手啊 四方众佛接来授手 余生何等佛徒 随愿皆得往生 这是第一条理政 这条我希望大家能够背过 在大悲经上的原经文呀 佛说的 第二条是观世音菩萨也说了过了 奉持大悲掌具者 若不生诸佛国者 我是不成证觉 跟那个地藏菩萨发的愿 相同 跟阿弥陀佛发的愿 相同 就是这样说 假如你送大悲掌 如果不能够往生诸佛国的话 我就不成证觉 那么就是等于说 我不成佛 根据经上记载 观世音菩萨受了大悲掌以后 经过无数节的修行 最后成了佛了 哪一顿佛呢 正法名如来 也就是说 观世音菩萨发了愿以后 通过多生多劫的修行 正到佛国 他这个佛叫正法名如来 这个在这部经典后半部分 都提到了 释迦牟尼佛亲自说出来的 就等于说 观世音菩萨是一尊古佛在来 也可以这样说 观世音菩萨发了这一个愿以后 他成了佛了 那么他这个愿成就了 奉持大悲掌的人 如果不往生到诸佛国的话 我就不成佛 可是现在呢 我们从经上可以看到 他已经成佛了 已经成佛 就等于说他这个愿成就了 他这个愿成就 我们可以这样正确的理解 就是说 送大悲掌的人 能够往生诸佛国 这一条呢 实际是上一条的一种补充 是上一条的一种补充 能够往生诸佛国的第三条理政 也是一段经文 佛在大悲经当中这样说 善男子 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伟神之力 以过去无量节中一座佛境 后正法名如来 这是后半部分的经文 我们列举这一段经文 做一个更进一步的补充 后正法名如来 因为观世音菩萨在过去也曾经成佛 是正法名佛 那么为什么他现在是菩萨之身形呢 是大悲愿力 为欲发起一切菩萨 安乐成熟 助众生故 现做菩萨 帮着阿弥陀佛广度众生 帮着释迦牟尼佛 弘扬佛法 实际上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为了广度众生 安乐成熟助众生故 现做菩萨 然后释迦牟尼佛有个菩萨摩哈萨 释迦牟尼佛安佛 都有在做的 包括阿难 诸菩萨摩哈萨 凡是龙神 皆应恭敬 莫生清慢 皆应恭敬 恭敬什么 恭敬观世音菩萨 恭敬观世音菩萨 所说的大悲神咒 是这两重的含义 莫生清慢 这是佛的教会 为什么 大悲神咒就是不可思议 不要生清慢之心 清悔之心和傲慢之心 是这个意思 在佛法面前 我们任何的修行佛法的佛弟子 都是孩子 你修得再好 只能做佛陀的一个好学生 最后正得与佛无二无别的圆满的佛国 你修得再好 也不可能当佛的老师 这个我们一定要树立起这种正直见来 不可能当佛的老师 更不可能以这种清慢心去给佛改经 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 在这里点开了一点 所以说 皆应恭敬 莫生清慢 一切人天 常需供养 这是佛陀的附助 供养什么 一切人和天 都应该供养观世音菩萨和大佛陀 刚才说了 得除地以上 既为圣者 既如圣位 那么观世音菩萨 才开始的时候是除地 一听闻大佛陀 顿朝拔地 他就得 就是登拔地了 不退地了 那么他应该被人和天人所供养 单纯说观世音菩萨的话 那么大佛陀 更是供的无两无边 所以说释迦牟尼佛在这里 就是辅助在场的人 包括我们 后来有缘得文佛法的人 一切人天 常需供养 后边一句话 转称名号 得无量福 灭无量罪 命中往生 阿弥陀佛国 在这里说 那个转称名号 是说 转称观世音菩萨名号 转称观世音菩萨名号 也能够得无量福 灭无量罪 命中往生 阿弥陀佛国 这是一个什么理政 就是说 如果你光念观世音菩萨名号 照常能够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第一条理政的话 我们讲到 如果你赌送大悲注 羞耻大悲注 灵命中的时候 十方诸佛都来迎接你 你想往生到哪个佛国 随你的愿 随你本人的愿 往生哪个佛国 都是可以的 都能够达到 这是大悲神助的 出世间的功德的 不可思议的 地势力的加持 是这个意思 我们如果听闻了这段经文的话 一定要 梳理一些政治见来 你可以这一生当中 不念观世音菩萨 但是 不可以一刹那 认为念观世音菩萨没有用 懂不懂 明白这个道理 这是一个理念 并不是说 你们听了大悲注以后 马上大家统统大悲法门了 是不是 大悲法门 净通法门 禅宗法门 律宗法门 等等等的一切宗派 统统只有一个法门 了托之道 佛的法门 所以 在很多地方 很多场合 有个别的佛弟子 当然 这个事儿就是他 自己认为的 一种标准 衡量出家人 衡量在家人 衡量他的同修 等等 然后站起来 师父 请问 你是修哪个法门的 这个话不太好回答 我就这样回答 老老实实的回答 非常抱歉 我现在还没有到 分法门的那种程度 现在还没有分法门 我现在只和佛一个法门 这里大家一定要知道 所以 专程名号 道无量封 妙无量罪 命中往生 阿弥陀佛国 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个 概念 一个什么概念 时间 我们一般通俗一点的话 叫十节因缘 十节因缘 在这里提出来一个时间概念 关于时间的另外一种说法到 随着这个经文的展开 我们在后面又有 你比如说三七日 一七日 七七 多好 天等等 在那再讲 在这里讲一个时间 是一个什么概念 就是说 临命忠实 阿弥陀佛 于助胜众 现在起前 这个临命忠实 就是一个时间问题 比方说 你过去 种的那个善根后 福报大 这一生 得了人生以后 你可以活到八百岁 跟那个彭祖一样 那么七百九十九亿钱 一般情况死不了 跌到河里 冲了一段 又上来了 上吊 绳子就断了 人家给你投药 可能是假的 可能没起效 对不对 你想自杀 不成功 除非有一条 哪一条呢 你大成就了 得大自在了 来去自如了 随便走 那么不到八百岁 你也可以走 所以一般情况 是我们这一生当中 得了一个 活到八百岁的 一个色身 那就你老老实实 你把它干到八百岁 这个八百岁 八百年 干什么呢 除了正当的生活以外 你要努力精进修法 随缘 杜众 这个菩提心 另外一个层面 叫杜众 杜众 我们把它说的通俗一点 简化一点 叫为别人着想 为别人付出 为别人服务 所以我在去年一篇论文当中 这篇论文已经发表了 就是写了过这么一段 如果每一个人都存着什么心 都存着我为人人这个心 那么咱们每一个人都出于一种 人人为我的这个祥和的环境当中 是不是 你也说我为人人 我也是我为人人 大家都我为人人 那么你在这坐着 你是不是处在一个非常祥和的 人人为我的一种社会环境当中 所以大家必须要有正确的理念 这个 讲到临命中的时候 阿弥陀佛 现前来接 不要求机 在这里举一个例子 在这里我举过好几次 在这里再举一次 有的可能是第一次听 我们寺院在建四的时候 因为通过六年 那个寺院的道场证才批下来 六年当中我们一直在努力 99年开始建四 大约是2000年那年 我出去有事情出发 有事 我那寺院里有个山洞 我最初是住在山洞的建四 2000年那年我出发 这时候你看寺庙的一些护法 就给我打电话 他说师父不好了 我说怎么又不好了 他说有一个居士 到我们山洞来想往生 我一听我们寺院还没建成 道场证还没批下来 就又来往生的了 这倒是好 我说有个什么情况 他说就是谁 我一听好谁都往生 我了解他 他这个身体非常棒 精神头很足 他说他跟他媳妇打仗了 不想过了 就是不想活了 烦了 然后到我们山洞来 往生在这住着 人家叫他 也不理人家 到吃饭了 人家给他送饭也不吃 抱了几把柴草 把那个洞口一挡 谁也不理了 这个给我打电话 那句实就说了 他担心 他说师父 他要真死了 我们叫往生 公安局就死了 这个往生他惹事 就我一想 想往生 倒是好事 我在电话上这样说 我说你不要理他 三天准饿出来了 到了第三天就饿出来了 悄悄回家吃饭去了 这里讲到 时间 还是帮助大家正确理解 树立政治见 你看弥陀经常说 若一日若二日 一日到若七日 七人一行不乱 七人一行不乱 临命中使 阿弥陀佛 欲助圣众 现在其前 他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 和他媳妇打仗 不想活了 大乱 不是清静心 不是功夫成熟了 第二 不是临命中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时间 还有的人说 你看 我修法修了好多年了 没有任何感觉 好像是 什么也没有变化 在这里举一个例子 功德 可以是无形无相的 这个功德 它可以产生世间的那种利益 功德怎样才能产生世间的利益 就是因缘和合 因缘和合 它才以世间的利益的形式显现 哪有容易 你比如说 消灾免难 再举一个例子 还是我们 新龙寺的一个居士 他呢 在黄河一北一的工地上 给人家看搅拌机 在工地上看机子 平常他是念观世音菩萨 念观世音菩萨 念大卫咒 在工地上 你有一天停电了 他就把这个电闸拉下来了 拉下来 电了好长时间 还是没了电 后来他想 来了电也不知道 耽误人家的工作 就亲自把这个闸又合上了 合上以后又待了一段时间 他就想了 你看 时间一长 那里面有很多渣子 需要剃一下 清洗一下 那么他就 拿了个锤头 拿了个钢签 钻进去了 钻到那个 12个尺的搅拌机里面了 搅水泥的嘛 在里面 一瞧 一瞧了 一会儿 发动机 来电了 他这个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没念完 他出来了 出来以后 把小腿肚子划破 一只鞋 黄球鞋 拉到里面 搅碎了 锤子 把搅断了 木头的嘛 钢签 凝成蛮花了 他这人出来了 是秋天发生的事 到第二年 正月初四 一步一个头 一步一个头 跪拜到兴隆寺 跪到我面前 哇哇哭 一个大老爷们 我说你哭啥 受着什么委屈啊 师父 我这个命啊 是佛菩萨给的 然后他就 讲了这一段了 当时我跟他开玩笑 我说 你平常在念 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或者在念 大悲众的时候 是不是你祈求了 就求了 观世音菩萨啊 我到哪一天 哪一天 我钻进去的时候 一嗡的一声 你把我拉出来啊 他打了个愣 就说 哎呀师父 假如说我要知道 那时候嗡的一声 我不上里钻 为什么呢 我是给 想给他讲给他 一个道理听啊 想讲给他 一个道理听 确实是 灾难发生的时候 我们往往 大家都是不知道的 是不是 如果是知道了 我们不去 或者上马路啊 或者去下水啊 等等 或者坐车啊 等等啊 能够避免 有些事是能够避免的 因为我们这个 一二障啊 无名啊 一二立的牵引啊 无名的折胀啊 我们不知道 灾难什么时候发生 因缘果报 现前的时候 那么灾难 必然要现前 如果你修行了 平常产生的那种功德 积累那种福报 可能就在那一刹那 显现 所以说功德是无效的 他可以以有效的身形 有效的这个形态 来表现出来 你比方说 消贷免难 刚才这个是免的这个命难啊 最后他说 师父到现在 我不知道怎么出来的 他到现在 一直不知道怎么出来的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因为这种委员的话 有的也发生 有的地方哈 人也在里面 直接都不成样了 它是个搅拌机 这里讲到 这个时间 时间和这个因缘 我们修行 一定要正确 理解佛陀的真实含义 我们不要怨天诱人 灵命中能够往生 能够成就 这是一个时间 这是一个时间概念 一般说 我们当生成就 还有要正确理解 当生成就 有两个层面的含义 第一个层面 念佛的人 能够保证往生 这就叫做当生成就了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念佛人 目的就是为了往生西方 究竟目的是为了了脱 可是我们第一步 是要去到阿弥陀佛那 能够保证往生不再轮回了 在阿弥陀佛那里 再起修行最后正德法 我也可以叫做当生成就 还有一种当生成就 确实有当生成就的佛法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得闻 也不是所有的人得闻了这个当生成就的法以后 都能够达到当生成就的这个目的 佛教当中确实有当生成就的法 我们一定要知道 一定要知道 在这再展开一点 有的人就这样说了 你们女的修吧 好好修吧 修什么呢 最多最多 也是再来世当个男的 你看吧 很多女巨师都灰心了 哭着 师父我修了好多年了 最后一听 我说你想达到个什么理想 一个人说了 你修的修的 最多是来世 再成个男的 再来修行 我错了 错了 为什么错了呢 阿弥陀佛这个基尔影院 媚妃男女啊 是不是 包括恶鬼啊 包括虫子 你只要有缘 都能往生西方极乐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那个身相 跟阿弥陀佛一样像好 没有差别 没有丑陋 和阿弥陀佛身相一样 没有男女像 都是佛像 这个过程怎么完成的呢 就是在往生过程当中完成的 在阿弥陀佛极乐阴 从极乐阴 一直到西方 这个过程就完了 就这么简单 非常快 你看 观无量寿佛经当中说啊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需要多长时间呢 谈之穷 回头穷 路壮士局壁穷 一刹那 很短很短的时间 我们女众 不要回心上去 当生成佛的女众的例子 是有的 龙女啊 供养了一颗龙珠 当生成佛 哪怕就有一个例子 也可以说明 这是可能的 法的 不可思议的功德 谁修 谁得 就是这个含义 再讲 大悲咒的 初始言功德的第二条理政 这个第二条理政 你是能正国成就 这里边共分五条 能够正国 能够成就 是一个修行人 修行的最终目的 就是最终成佛嘛 一个正性的佛教徒 修行啊 不仅仅是求世间福报 也可以说 不是求世间福报 求的是一种了托 是一种正国 是一种成佛 大悲咒 有这种能够正国 能够成就的 初始言的功德 所以我们啊 才有修学的可能 才有听闻的必要 是这个含义 五条 第一条 观世音菩萨呀 初次请千光王敬主如来 说那个大悲咒的时候啊 有这么一段经文 观世音菩萨说 我与世时施主除地 一文词咒故 抄地拔地 这一段经文 头我们已经引用了 在这里 不再展开讲了 就是这一段 是能够正国的一条理政 第二条 观世音菩萨在讲了大悲咒以后呢 是这样说的 就在经上呀 观世音菩萨把大悲咒 选讲给所有在座的人听 选讲完了大悲咒以后啊 紧跟着一段经文 是这样说的 一切众会 借火果正 这就是个正国的 非常明显的一条例子啊 后面一个列举 获得虚陀还国 获得斯陀汉国 获得阿那汉国 获得阿拉罕国者 这是一段 后边一个段落 叫获得一帝二帝 三帝四帝五帝 乃至十帝者 再接下来一段 无量众生 发菩提心 分三个自然段 这三个自然段 你实际是 就是三种不同根性的人 在听闻了 观世音菩萨 讲完大悲咒之后 所得到的不同的果正 能够正国的理正吗 第一小段 你是讲的 小圣根性的众生 听闻了大悲咒以后啊 他们得到的是 虚陀还国 斯陀汉国 阿那汉国 或者是阿罗汉国 这是小圣根性的众生 所得的四种果正 也叫圣文圣 在这展开 讲一下 虚陀还国 这叫四国啊 这四国第一国是虚陀还国 是小圣佛教的出国 所谓这个小圣佛教 也是佛教 他们的经典啊 也是正确的 也是正法 我们这些修学大圣佛教的人 不要站在大圣佛教的角度啊 去诽谤小圣佛教 也不能去诽谤小圣根性的人 为什么 他就是那种根性 就是那种姻缘 就是那种福报 就应该听闻小圣的佛法 通过小圣的佛法的修正 最后正小圣 最后正小圣广位 所以佛经当中啊 他分五圣嘛 分五圣啊 你比如说 任天圣 圣文圣 圆觉圣等等 任何一部分佛经 都是正确的 都是正法 因为那一部分佛经啊 是讲给有缘的人 就是那一部分根性的人听闻的 小圣根性的人 他只能接受小圣的教化 最后最后是正到阿罗汉国 这个 虚团黄国呢 是小圣佛教的出国 也叫第一国 有好多种翻译 也叫陆流啊 也叫陆流国 也叫御流国 就是如圣道法流 因为这四国当中的出国 也属于圣人国了 那个入圣道法流了 这种人呢 就是已经断了三界的贱祸 断了三界的贱祸 尽贱到位 就轮回的生死 最常在人间和天界当中 各往返其次 如果你正得这个出国 就必然是贱到位 这个贱到位就是必然是开悟了 这种就是断了 三界的贱祸 断了三界的贱祸 他能够在人间和天上 往返其次 不会再堕落恶道 不会再堕落三恶道 你像恶鬼啊 地狱啊 畜生啊 是这样 第二个国 是斯托韩国 斯托韩国是小盛的第二国 也叫义来国 也叫义来国 如果正得斯托韩国 那么这个人就断了欲界九品私货的前六品 他还有欲界私货当中而已 还有那个后三品 还没有断 他需要再来欲界一次 再来欲界一次 所以他叫义来一次往返 也叫义来国 这个斯托韩国呀 是修道位 这是二国是修道位 三国也是修道位 刚才讲的那个修托韩国 他是出国 出国是建道位 在这里讲的有开悟 好几年以前 有两个居士到我们寺院 就是请教关于开悟的问题 说师父 什么是开悟了 我说搞不清 因为我没有开悟 他说谁谁谁开悟了 可能是开悟了 我说搞不清 因为他们告诉我 我也没有资格 没有那个能力 去给他去印证 我就反问了 你怎么知道谁谁谁开悟了呢 因为那个谁谁谁说了 他看到光了 我说哦 如果说看到光就是开悟的话 我每天都开悟一次 为什么你 早上一正眼就看到光了 最起码是看到灯光了 你起得早 太阳还没升 但是要拉灯啊 一正眼就开始一摸电没啪 看到灯光了 就开悟一次 看到太阳光了 再开悟一次 闭上眼再睁开眼又开悟一次 那厉害 太容易了 他们一听哦不对劲 这个答案不对劲 好像是哦 原来开悟不是如此 古代高僧大的开悟啊 就是见性 见佛性 佛性 没像 没有形象 没有任何的形象 看见光 光也是一种像 明白吗 看到颜色也是一种形象 看到男的也是形象 看到女的也是形象 看到佛也是形象 也就是一种形象而已 仅仅是一种境界而已 并不是说你看到像了 就是开悟了 看到像了 说明你的眼还是好好的嘛 不管近时也好 原始也好 反正你的眼能看到东西了 仅仅是一种色尘而已 就是外境 不是开悟了 开悟是见性 见性本无像 那么古代高僧大德 怎么印证开悟呢 他不仅仅是看到什么 而是印证 通过过来人给你印证 印证完了 你比方说你开悟了 你找你的师父印证 你师父给你印证了 说 然 如是 你那个师父给你印证 你开悟了 反倒他不耍你开悟了 在这里又讲到一个 妄语的问题 这是个原则性的东西 那么我们在头 我提到了 假如你开悟了 不通过印证 你宣讲 你开悟了 都是大妄语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个虚陶还国 必然是开悟了的人 见性了的人 见了佛性了 到了第二国 斯陶汉 他是一个修岛位 到了第三国 第三国是阿南汉 阿南汉也叫布莱 为什么叫布莱 他也在修岛位 但是他比二国又高了一国 这种人是禁断欲戒的一切烦恼 禁断欲戒的一切烦恼 后当生于色戒和无色戒 不来欲戒了 所以说成为不来 也可以叫做不还 二国是一来 出国是七次往返 欲戒 那么到三国就不来了 不再欲戒了 他可以叫色戒或者是无色戒 受胜 这是第三国 也叫修岛位 到了第四国 就是叫阿罗汉 这个阿罗汉可能是 我们佛弟子 经常能听到这个词 或者看电影 或者看武打的小说 你看电影上 这个梁军对雷 往往是僵持不下 死伤很多 就是分不出胜负来 这时候突然间 一个和尚 披着袈裟出来了 把大手一回 一阵黑风过去 死伤一大骗 电影上往往是这样 所以说很多人都知道 了不起啊 和尚会打拳 所以说这个电影上宣传的 给很多人留着一个什么印象 和尚是杀人魔王 所以我走到哪里 很壮 实际上我不会打拳 不会无数 那些不太了解佛教的 斜着个身子看着你 不敢进你的钱 为什么 怕我一招过去 他受不了 往往还有人 嗯 少林寺来的吗 我就点点头 少林寺来的 少林寺的和尚 不管会我 还会讲法 所以佛教 他有非常深奥的这种理念 佛学知识博大精神 佛教这个 古代那些僧人啊 很多是练武的 他无非就是强身健体而已 这个阿罗汉呢 在之前我们可能是没有正确理解 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 阿罗汉他是正道位 正道位 阿罗汉也叫圣人 他是印度化 为什么不翻译成圣人呢 为什么不翻译成正道位呢 因为阿罗汉他里边还有好多好多种含义 你翻译成哪一种也不能概全 所以还是用印度化阿罗汉来代替他 他是正道位 通过出国 二国三国 到第四国就是正得道了 正得大道了 不再轮回了 可以进入涅槃境界 但是阿罗汉进入那种涅槃境界 是一种偏真涅槃 他完全有别有 我们凡夫了 所以我们就六道轮回那种生 一到了阿罗汉 他就圣人 但是这种圣人呢 是小圣根性的人 所证得的一种果 小圣根性最终能证得阿罗汉果位 再高没有了 那么有一部分阿罗汉呢 就进入涅槃境界了 享受法乐去了 进入偏真涅槃 而另外一种阿罗汉呢 就是回小向大 回小向大就是说 放弃小圣修法 来修大圣佛教 修六度 再修 菩萨道 阿罗汉 他这个含义啊 有这么三个 第一个含义 就叫杀贼 杀贼啊 实际上是杀尽烦恼之贼 佛教当中把这个贼 称为一种烦恼 人如果是有烦恼 他必然有轮回之音 所以正得圣人之位了 达到正到位了 就是断尽一切烦恼了 没有烦恼了 所以就没有贼道了 所以在这里 阿罗汉有一个含义叫杀贼 这里这个杀贼并不是抓了那个强盗 抓了那个小偷去杀掉他 而是断尽了一切烦恼 就是断尽了轮回之音 他可以不轮回了 所以说他叫杀贼 第二年就是叫无声 无声啊 就是解脱了生死了 不再轮回了 不受后游了 他可以进入涅槃了吗 就是这个意思 叫无声 第三个含义呢 叫因共 因共啊是 他有资格 受天人和人间的供养了 因为他是圣人了 不管是人也好 天人也好 能够供养圣人 将会得无量无边的福报 功德是极大的 这个在很多经典上 有所提示 我们在这里不展开了 在这里举一个例子 讲阿罗汉能受天人供养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他有很多的弟子 特点各不一样 其中有很多很多 是正当阿罗汉国位的弟子 其中有一位弟子 叫牛思尊者 牛思尊者 就像阿难尊者 是多文第一 牟尽迦牟尊者 是神童第一一样 牛思尊者 他也有一个第一 什么第一 是受天人供养第一 牛思尊者当时 释迦牟尊在世的时候 他正得了阿罗汉国位 他有资格 享受天人的供养 为什么他是受天人供养第一 他有一个来历 牛思尊者在过去世 曾经出家当一个小沙迷 当他当小沙迷的时候 碰到一个老和尚 在修行 这个老和尚年龄很大了 这个色身嘛 年龄一大了 这个色身呀 就显得老了 干酷了 所以这个老和尚在 诵经的时候 修行的时候 那么他这个嘴啊 老是这么嚼 上牙和下牙 老是打颤 就像那个牛 反处啊 叫嘛 懂吗 一说叫嘛 知道吧 也盗嘛 就跟那个牛盗嘛一样 那个牛他就是这种果报 必然那样 这个老和尚 诵经也是那个嘴 老打颤 老打颤 这个小沙迷就说了 你看你个老和尚 你念经你就好好念吧 你看你像那个牛盗嘛一样 然后这个老比丘一听 马上就提醒这个小沙迷 他这样说 你要赶紧忏悔 为什么我要让你赶紧忏悔呢 你不是诽谤了一个一般人 你是诽谤了一个圣人 因为我正到阿罗汉国位了 我那小沙迷一听 那了不起了 诽谤了圣人了 因为那时候那个修行人都懂这个规矩 仅仅是一句不经意的话 那么这个这个沙迷一听啊 这个罪过大了 诽谤了阿罗汉了 就赶紧忏悔赶紧忏悔 由于他极力的忏悔 猛力的忏悔 他死后啊 没有堕落地狱 而成了一头牛啊 那不是一尊牛啊 一头牛 一条狗 一只狗 一个狗 成了一头牛 为什么他得了这么个苦报呢 是没有下地狱 而堕落畜生 到了 相对来讲 轻了 因为他曾经忏悔过 为什么还成了一头牛呢 因为他说人呀 那个说那个圣人 跟那个牛一样道猛 那么他就当牛 也去道猛起来 是五百世 这个牛四尊者的前生啊 五百世为牛啊 五百世懂吗 五百世为牛 就是五百生都是牛 那么既然是牛 一个正常的 健康的牛的话 他就到猛 就等于说 他到猛了五百世 这一生当中 投身为人 就是国报 报完了 这一生当中是人了 由于过去世 曾经出家 曾经种过善根 那么得遇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也受他出家了 通过修行啊 正得阿罗汉国位了 但是你 阿罗汉有一个特点 尚有于习未除 这是天台中说的啊 一个人既是正得阿罗汉了 尚有鱼席未除啊 这个牛死尊者 这个鱼席 也没有除干净 哪一个鱼席呢 就是盗嘛 这个牛死尊者啊 正得阿罗汉国位以后 他呀经常那个嘴 老是这么盗嘛 因为他曾经五百世为牛 这是一个窜息 就是不好去拐 释迦牟尼佛为了慈悲 当生的众生 那个意思是 你要是脱包化缘的话 在人间 可能有人说你跟牛一样 那么谁说你跟牛一样 那么谁就是下地狱了 为什么 你现在也是阿罗汉了 是不是 过去你说个阿罗汉像牛一样 忏悔了还是跳牛了 就是这个含义 所以释迦牟尼佛啊 为了慈悲 现在的众生 就是不让牛死尊者 在人间脱包化缘 一到吃饭的时候 就命令牛死尊者 你不要在人间脱包 你拿着包 天上吃饭 阿罗汉嘛 他有神通啊 一到吃饭的时候 脱了个包 天上去了 因为天人也有神通 天人呀 比这个人呀 相比之下 他这个业障 轻多了 他们也知道 牛死尊者为什么到 所以他也不去造这个口业 天人都知道 突然间地下 飞起来个阿罗汉 拖着个包 天人也来供养 花呀 甘露啊 这个顶礼啊 求法啊 天人也可以 种福天吗 就是这个含义 所以牛死尊者 也可以 种福天吗 就是这个含义 所以牛死尊者 是释迦牟尼佛 弟子当中 受天人供养最多的一位 也就受天人供养第一 一个人如果正在阿罗汉的话 根据经上说 他六种神通 西节巨族 六种神通西节巨族 能有空中飞行 这个在观无量寿佛经当中啊 都体现出来了 观无量寿佛经 那不是 魏提西夫人 求释迦佛吗 然后他的弟子 从空中飞行来 为拼迫苏罗国王 或者受保管这件 或者讲法 空中飞行嘛 根据论典上 也是这样讲的 这个 得了阿罗汉以后 六种神通西节巨族 举一条神通 叫神境至正通 经上有一个神经至正通 听说过没有 简单的讲叫神租通 头几年很多气功英式 那么很多气功 他们的宣讲 也是有六种神通啊 最少是宣讲五种神通 那么其中有一种通 叫神租通 气功界也讲这个 但是佛教当中 那个神经至正通 是一个什么概念 经上有过描述了 就是能变内境 能变外境 神经 变内境 是他能把自己化现了 举一个例子说 如果我有这个神足通的话 那么坐在这讲法 如果我嫌神通的话 可以变现 那不是我了 可以变现 把自己变了 也可以能变人 这段花是段花吗 一发神通 它不是花了 成了一盆水了都可以 你能可以变外境 也可以把大变小 也可以由小变大 小路大 大路小 这个是无足无碍 你比我说 当我讲到 美国一个什么什么州 那里一个塔 多好多好 大家都没去过 是吗 不知道 没看过 没有资料 假如我有神足通的话 就这么上这一笔话 来你看 那个美国那个塔 就在这显现了 这是佛教当中描述的 这个神足通 给大家解释 让大家正确理解 佛教当中的境界 神通 它的真正的 一种什么表象 还有一个天眼通 佛教当中说的天眼通 和民间说的天眼通 大不一样的 大不一样 佛教说的这个天眼通 是天人的眼 所能看到的地方 天人的眼 所能看到的地方 这是事项上 是这样讲 如果你是个 四天王天的那个众生的话 那么你只能是看到 四天王一下了 望上 不太容易了 经常有一个实例啊 岛里天 玉皇大帝 那个天 有一个天子 讲要命中了 那么这个天子呢 他有神通啊 知道 命中之后啊 将会堕落到人间 当畜生 哪一类畜生呢 就是咱们说的那个猪 他提前就知道了 因为他有神通嘛 提前七天就看到了 所以他非常害怕 非常恐惧 然后就求阿罗汉了 求阿罗汉啊 给他呃 受的三贵五戒 受的八官摘戒 受的八官摘戒 结果他命中之后呢 哎 没有堕落成猪 就是没有到人间 堕落成畜生 借着这个受三贵五戒 和八官摘戒的功德啊 啊 欲堕反生了 应该是堕落了 结果他反生了 往生到大凡天 啊 上那去当天人去了 结果这个欲皇大帝 你是经常讲的 这个欲皇大帝 你知道那到了底了 就看看那个 就那个小子上哪去了 就看那个 他那个孩子上哪去了 他用他的天眼往下看 看了好多地方 没找到 找不到 然后欲皇大帝 就问佛了 他说 有一个天子 应该堕落到猪 堕落到畜生道 可是那个世间到了 找不到他了 他上哪去了呢 佛就说了 因为他 临命中的时候 受的三贵五戒 和八官摘戒 欲堕反生 往生到大凡天国 里去了 所以你啊 就看不到了 所以大凡天 比欲皇大帝 那个天更高 更高一层啊 那么他就看不到 上面看底下 这是这个 佛在经上讲的 所谓那个天眼 当然这个天眼 你还有一个 形象的一个描述 怎样描述 你看 说得天眼通的人 观三千大千世界 就是真正的 佛教的修行 的天眼通 看三千大千世界 路观 掌中 埃摩罗国 埃摩罗国 是印度的一个国 用我们的话 是这样描述 如果一个人 真正的修出了 佛教的那种 天眼通了 他看三千大千世界 就像看手掌中的 一个核桃一样 历历在目 想看哪看哪 懂吗 这是天眼通 他不必要发功 不必要闭眼 大家一定正确认是 当我们有着 相应的境界出现了 不要轻易认为 我有了天眼通了 不要轻易认为 那样 懂不懂 他更不是说 使劲发功 这一次没发挥好 只要天眼通 他就是通了 跟咱们那个眼一样 睁开 他就看到了 睁开就看到了 就这样 很简单 一定要正确理解 阿罗汉 刚才讲的是阿罗汉 第二条理正是这样 观世音菩萨在 宣讲了大悲祝以后 一切众生 皆获果证 这是一个总的描述 获得虚托还果 就是说 小圣佛教更新的人 有的 挣得了出果 获得四托还果 有的挣得了二果 他更新不一样 因缘不一样 福报不一样 获得阿拿汉果 就是有的挣得了三果 获得阿罗汉果 有的挣得了四果 就是小圣更新的人 都各有所报 这是前面一个章 一个节 第二个小节 是获得一底二地 三地四地五地 这是原经文 那这是 走的是菩萨之道 菩提道 然后求的是佛果 他们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 挣得的是什么 几地几地 那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一地 二地三地四地五地 那这十地 在前面已经讲了 在这就不再多说了 后边还有一句话 实际上第三层意思 叫无量众生发菩提心 无量众生发菩提心 就是福报前的 根据差一些的 只有德尔文老 大悲咒 那么也发了菩提心了 求了他的心 就是这个含义 这是第二条理证 第三条理证 有助菩萨 未皆处主者 俗令得故 乃至领得十柱地故 又领得到佛地故 这是一段经文 还是讲到大神更新的人 这是在另外一个地方讲的 裸性为人 又是小性更新的人 这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那个一条理证 裸生文人 就是阿罗汉的一类的人 生文的 已经讲了 就是在佛陀跟前 亲吻佛陀的教会 修的是苦吉米亚道 断的是见思二货 正的是四国 最后正的阿罗汉国 这类的人叫生文 裸生文人 文茨托罗尼 就是一文大悲咒 清文大悲咒 一经而者 这是一个层面的含义 就是有一部分是这样的 一文大悲咒 这大悲咒 一经过他的耳朵了 这是一种 修行 这是一个对号 书写 此托罗尼者 修行此托罗尼 或者书写此托罗尼 托罗尼就是咒 以直直心如法而助者 以直直心如法而助 就是 按照一定的修法一规 观想 以平等的心 慈悲的心 空观的心 无染着之心 去观想 所以唐宁又加了一个前提 这种人根性相对利益性 那么后边一句话叫 四上民国不求自得 四上民国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出国一直到四国 这种果报不求自得 不求自得非常简单 就像你坐到那吃饭了 你不要问 我吃饭干什么 你也不要一块吃的馒头 一块说饱吧 饱吧 你就吃就行了 他就饱 所以佛在经上 给阿难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阿难 如果有一个人在悬崖边上 一不小心踩空了 跌下悬崖来了 佛就说了 阿难 你说这个人不堕落 可能吗 懂吗 有个人在悬崖上 一下踩空了 张到悬崖底下来了 释迦佛就问了 这个人不堕落 可能吗 阿难就说了 不堕落 不可能 同样 释迦佛又说 如果一个人 德文正法 又按正确的修行方法 去如理如法的修斥的话 不成就可能吗 阿难又说了 不成就也不可能 就是这个意思 你看刚才这一段 你只要如法的去修 四杀美国 不求自得 不求自得 你自然 就达到了托的这个目的 就是这个含义 刚才讲的一个 未解除住者 苏令德国 内智令德十住帝国 这个你比较专业了 只有到除地 才算是路圣人之流 这里不展开讲了 第三条理证 是这样说的 能证过第四条理证 第四条理证 若能为诸众生拔其苦难 如法送持者 当之其人 既是巨大悲者 成佛不久 假如一个人 能发心 为一切众生拔其苦难 发了这种菩提心以后 而如理如法的去送持 佛说了 当之其人 是具大悲者 他是具有大悲心的人 成佛不久 这是佛陀的一种受计 只要你是这种人 那么就是成佛不久 若能为诸众生拔其苦难 有两种 哪两种呢 第一种是世间苦难 世间苦难 是用的大悲者的世间利益 包括了治病 包括了消灾 包括了免难 这个我们在接下来的章节当中 解释 就是世间利益 最主要的在这里 我们讲的是 八七苦难 什么苦难 就是轮回之苦 轮回之难 当我们真正的没有苦难的时候 那应该就是了托 轮回了 就是不再轮回了 也叫正果了 所以我们把这段理证 放到能够正果 能够成就的 来说明 当着其人 即使具大悲者 成佛不久 第五条理证 是这样说 口中撒撒 宋慈托拉尼 生成不绝者 厮杀民国 此生即正 这是小生根性的人 还是讲到一个正果 小生根性的能长 厮杀民国 其利根有惠 官方便者 就是假如说 你这个根性是非常利的 有智慧的 又能够通过一定的修行方法 去空观 智慧是什么智慧 是佛教当中的那种 薄弱空性之质 源其信空的那种智慧 初世间的一种智慧 官方便 就是依照一定的修行方法 去观想 去修法的话 实地国位刻画不难 实地国位就是刚才讲的那个 还是个实地国位 何况世间 小小福报 所有求愿 物不裹碎 这些 何况世间 小小福报 一个修行的人 他的最终目的是 了托生死 知之称佛国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那个世间那个福报 能够带得出来 能够开闲出来 所以世间的福报再大 和那个初世间相比 和初世间的功德相比 他这么一句话叫 世间小小福报 世间那个福报 它成为小小的 不足挂齿的一种 是这个意思 在这里你解释一下 有很多人不太明白 你比方说 我修行好多年了 为什么没富起来 我问他你干什么 在家没富起来 我问他你干什么 在家待着 在家待着 我在家待着也富起来了 你这要修行 那么他就有福报 这种福报 就在家给你没着你 是不是 没有开闲 怎样才能开闲 就是你去做生意 你去做工 或者去搞一些加工 或者去搞一些贩运 等等 要做 亲自去做 这是一种因缘 因缘合合的时候 就能开闲 你这种福报 有些老人在家待着 什么也不干 有福报 也很难开闲 就这个意思 所以我怎么不富 问他 干什么工作 在家待着你 最后我告诉他 你已经很富了 只不过是你没有开闲而已 是那种道理吧 这个刚才讲到口中沙沙送丝托勒尼 这个沙沙 你没有缘 送到大卫星的时候 就自从沙 口中沙沙送丝托勒尼 这个沙是个相声词 实际上就是那个马呀 非常快的走的时候 而不是跑 是走的时候 叫马急行 马蹄子发出来那个声音 叫沙沙 实际上就是一个响声词啊 口中沙沙送丝托勒尼 生生不觉者 厮杀民国 此生激政 其力跟游会 官方便者 实力国为 刻活不难 这个游会 不是说聪明 而是一种智慧 刚才讲了 这个会就是通达法的地势性 叫做有会 如果你没有通达法的地势性 不叫做有会 在这里官方便 就是以正会的观照 诸法之本来面目 也是以 就是以佛教的正法 去体悟 去观修 那个法性 就是这个意思 官方便 实力国为 刻活不难 这个刻活 一定要知道 刻活 刻活不难 活是成功的意思 得到的意思 刻是随的意思 最终能得到 无量寿经 这个有这么一句话 求道不止 会当刻果 如果你如理如法的修斥的话 一致精进的话 就能够刻果达到 目的 在这里 在这里我们把 能够正果成就 用五条理证 给大家解释完了 接下来 这个初时间功德的 第三条 就是能够灭罪和消业 能够灭罪和消业 我们用六条理证来解释 能够灭罪 能够消业 是我们修行人 必须经过的一段 就实际上 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也是消业的一个过程 大悲咒能够消业 能够灭罪 那正是我们 修行大悲咒的一种动力 灭罪消业 六条理证 一条 观世音菩萨 告诉在座的众生 是这样说 怎样念大悲咒呢 志行称念我这名字 一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 然后祭荡送赐托罗尼神咒 一许宋满五遍 除灭身中 百千万亿节生死重罪 一许宋满五遍 就是 你如果想送大悲咒 应该先送 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 也可以再送 那么阿弥陀佛 最后送大悲咒 送大悲咒 你能够一天送满五遍的话 后面一句话叫 除灭身中 百千万亿节生死重罪 百千万亿节生死重罪 作为一个人来讲 生死是最重要的大事情 那么我们活着 还没有了头之前 如果死了 这是极大的恶业先前 极大的恶果先前 佛在经典上 讲人有九恨 就不该死就死了 有九种 那么生死重罪 如果果报现前的话 就是一种恨在 一许宋满五遍 这是经上讲的 我们应该和经上对应 所以我劝大家 如果在课下 想每天都送大悲咒的话 有人问 师父最少送多少遍 那么最少你送五遍 一宿呢 他提到一宿 就是一晚上 实际上古代印度吧 他往往这样说 二六十钟 古代印度 他往往说是二六十钟 在这里用一宿来代替了 就是一晚上 实际上就是一天 实际上就是一周一 这个一周一 在古代印度叫做二六十钟 怎么叫二六十钟呢 就是把白天分三段 把晚上分三段 这两个加起来是六段 叫二六十钟 白天分三段 拿三段 叫初日分 中日分 后日分 晚上分三段 拿三段 也是初夜分 中夜分 后夜分 金刚经常看到了吗 好多经常也这样说 说古代印度是这样分的 南无关尼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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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菩萨 南无关尼菩萨